有一个词叫微暴力 就是它不是直接的向你垂机 还是很暴力的那种在你面前打一拳 可是可能语言方面是会伤人的 我们如果来到这个沙文主义这样的一个帽子 要戴在这一群讲华语的人身上 恐怕他们是没办法认同这个标签 邵师从事社会学研究 我从事历史学 社会学研究通常会直接的来到这个现实的问题 历史学的研究通常会追本缩研 我们以社会学角度与历史的视角 以不同时代的经历 来探讨新加坡族群关系的现状跟历史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 像2018年的调查 有60%的华人认为族群和谐的和谐度是高或者很高 马来同胞方面就少了一些48% 那印度同胞则是45% 那么刚刚谈的是数字 接下来我可能分享一些小故事 这个是跟我的同事有相连的 这个同事呢 他其实近期有去找房子 要租房子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中介就向他询问是否是马来族 那么当中介知道他是马来族过后呢 他就频频道歉 说房东不希望入住客是马来族 像这样的租房经历呢 当然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听到一些少数族群的朋友分享 类似的故事 那他们对他们来说呢 租屋资格只能被支配 是令他们觉得有些不解的 那么对于好一些少数族群来说呢 这些例子呢指向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 这是一种优势 有些人称这是华人特权或华人优势 就是Chinese privilege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新加坡人 是挺喜欢探讨这方面的课题 这个名词源自于美国的白人特权 这个名词 它的出现是有它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 甚至是族群关系的背景 而这些背景呢 有些地方跟新加坡是有相似之处 有一些呢 则是其实有挺大的落差 这个历史告诉我们 新加坡华人呢 很长的时间呢 就是大多数 而且呢 华人中的这个华语群 是占这个华人群中的 大多数 可是呢 就是这个大多数呢 对他们不一定会带来好处 在这个世界冷战 就是东西冷战的时候 还有呢 区域反共排华的时候 华人大多数呢 反而带给他们麻烦 那我们必须要记得 在新加坡呢 的地理环境 它是一个华人唯一多数的国家 可是呢 它在印尼跟马来亚 其实都是唯一叫国家 是在他们的包围之中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他们是变成少数 建国之后呢 这个我们的执政者呢 他为了 因为身处于这样的环境 他们为了摆脱第三中国 这样的一个标签 当然也为了避免呢 这个内部呢 族群的种族的矛盾 所以它是有意的 来压抑华人的身份 二战后 曾经是蓬勃发展的华校 那么从此以后呢 它是差不多到了 1950年代的这个中期 小学的注册人数 反被那个音效小学的注册人数 反超 那么后来呢 发展过下来呢 就是关门大吉 我们也看到 诞生在1950年代的这个 南洋大学 它也是呢 历经沧桑 最终呢 也走入历史 所以呢 我们如果 来到这个沙文主义 这样的一个帽子 要戴在这一群 讲华语的人身上呢 恐怕他们是没办法认同这个标签 因为他们有一段很长的路呢 是过着很压抑的日子 他们会扣问 为什么这个族群文化不是可以丰富国家文化吗 为什么不可以发展 他们会问 为什么创办一个中文大学 不是可以帮忙本地 帮忙以后的新的国家来栽培人才 那么为什么呢 要被质疑说是要在马来亚 建立一个小南京 小北京 那么为什么呢 新加坡不是独立了 那么我们不是当家做主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的华人反而呢 失去以前蓬勃发展的华校 为什么呢 彼岸的华人 他们人数呢 占少数 反而呢 他们可以发展呢 从小学到大专的一个完整的 这个华文教育体系 所以这种种的问题 有时候他们被压抑的时候 他们很担心的时候 他们会把自己的文化抱得更紧 所以那个沙文主义的帽子 就一个一个地抛到他们头上来 于是渐渐地 他们就也被小以大意 那么也就呢 在某个程度上呢 就被他们妥协了 终而至于他们变成 沉默的大多数 是大多数啊 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说 这个受华人教育的 讲华语的 他们长期以来在谈天的时候 谈话的时候 常常不经意地加了一句话 我不是沙文主义者 现在我原以为啊 这个词应该走入历史了 没有想到现在还是有人呢 重新的提起这个 让一些受华人教育的人呢 听起来呢是很不开心的一个词汇 你刚才提到的是 讲华语群体的 在语言上没有优势 然后我谈的是 少数族群在族群这方面没有优势 就是他们各有各的一些 可能他们有优势的地方 也有他们可能略势的地方 我有一项研究呢 是有关初中学生 生活中的多元文化经历 那么在这项调查中呢 我们就听到好一些 少数族群同学呢 像我们叙述 其他的同学或者是其他人 会这么叫他们 什么gilling 草达 巧克力饼 反而呢华族同学 在这方面呢 几乎是没什么特别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在研究文献当中 有一个词 叫microaggression 微暴力 就是它不是直接的 像你垂机 还是很暴力的那种 在你面前打一拳 可是可能语言方面 是会伤人的 所以这个有可能 是他们所经历的 那也是一种种族族 少数族群 他们有一些 在分享自己的 自身经历的时候 就会提到小时候 被嘲笑 被歧视 被排斥的一些经历 可是当时 当下他是不知道 要怎么处理的 所以可能就是 一笑之之 或者就是 只是走开 就压抑着 那么就像我 跟我合作的一位 马来学者 Nazri Boweri 他在不同的场合 就有说 其实少数 他们会应用 Chinese privilege 是因为他们终于找到 一个能帮忙自己梳理 自己多年的 一些经历的名词 或者是 Vocabulary 那么据他说 他会觉得 新加坡其实很缺乏 这样的Vocabulary 这些名词 来谈类似事件 我把它当成一个结构性 因为我从刚才的叙述里面 我们看到 那个特定的时空 他们受到了 国际东西冷战的影响 受到区域的 种族排华反共的影响 而且受到 本身的一些结构性 也是结构性的职业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 华人占大多数的 这个社会现象 社会结构 同时它是一个 英语优势的一个地方 很多 我刚才讲过 大融入政策 什么什么 所以压抑 华族身份 那个持续着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1980年代 跟国际形势 区域又有关 因为东西的冷战 慢慢的缓解 因为区域的排贡 返华也慢慢的缓解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独立了一些年之后 本来的那种生存危机 已经过了 然后经济上的 政治上经济上 各方面的成就 是增加了新加坡的信心 这个国家慢慢的 从这个大融入的这个模式 走向多元文化的模式 多元种族的模式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转变 所以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措施 让各族群重申自己的身份 你看我们有个不变的地理位置 这个不可能迁移的 我们有一个相当固定的人口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华人一定华人占大多数 所以我们的种族问题 当然我们要尽力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 要参照 就是说有些问题 它必然因素持续做 会使我们的问题 持续不断 就是说大家如果认为说 新加坡的族群和谐 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大家想要继续努力 可以往什么方向 我们应该有对话 我们应该有conversations 应该建立更好的桥梁 互相彼此了解 那问题是这个 那个对话是要怎么进行 那么我觉得 可能就是大家 大家也说 可能需要做很好的聆听者 就是因为你对自身的经历是最了解的 可是可能你对对方的经历 不是这么的熟悉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 就是要反思自己的优势 那不管是你是 语言上的优势也好 经济能力的优势也好 族群上的优势也好 等等 那因为你如果要对话的话 那个平台是应该是平等的 你是社会 我是律师 你是我们是两代人 你有你的体验 我有我的体验 但是我们今天谈的绝对不是平行线 没有交叉的 那么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设想 所以呢 很显然的 我会更多的为少数族群发声 然后呢我会偏重呢 为这些沉默大多数呢 讲出他们的为难 这不表示他忽略了这个多数人 我完全忽略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声音 不过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配搭 我就做一个这个宏观的一些建议了 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的模式呢是由上而下的 是新加坡领导人设计的 就包括大龙奴 包括多元种族等等 那么现在是说他们如何用他们的智慧 参照历史各阶段有关方面种族设计的得以示 那么检讨 不断的检讨 不断的调整 这个进行中的相关政策 这是我对领导人的一个寄望 总之参政者呢 不管他是来自执政党 或者是来自反对党 我希望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宜规 以种族的和谐为宜规 来对待这个种族问题 大家会很热心的来谈 来什么那么 我希望心中有人民 心中有种族和谐 希望刚才邵事说的泡砖能隐喻 就这样